MX5 Cup 奈酒賽 MX5 Cup 的奈酒賽 MX5 Cup 奈酒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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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我是千鳥 今天要為大家帶來的是 我們Acento Corsa Gini Zan 跟MX5 Cup 的奈酒賽 這一場是GT3 在 Monza 經過20分鐘排位之後的結果是 崗位 尼莫 麥拉倫 650S GT3 第二千鳥 麥拉倫 650S GT3 第三 Rocky Mercedes-Benz AMG GT3 第四 Royal Audi R8 LMS E600 第五季群 Audi R8 LMS Ultra 第六文兵 麥拉倫 650S GT3 第七江洞洞 Audi R8 LMS Ultra 第八小路 Nissan GT2 GT3 第九成種種 BMW Z4 GT3 第十洋YY Audi R8 LMS Ultra 第十一謝老闆 Audi R8 LMS E600 謝老闆因為上一場是第一名 所以根據我們的規則 還有最後一個起跑 比賽準備 開始 開始 沒有意外 尼莫這場非常的快 一起跑就要準備不見了 有心一點 第一個完 是非常容易發生事故的 大家能不能安全過關呢 稍微一點點碰撞 稍微一點點碰撞 有人開出一節賽道 不過大家都沒有失控 似乎大家都沒有失控 似乎大家都沒有失控 這麼多車居然有辦法平安 這不到第一個完 太猛了 現在看到設計群 利潤洞洞不遠 到後面追上來了 他還在追上來了 現在在第五 除了前面兩台好像大家都還算很近啊 第一台即將要結束 現在打開了內線 我想要從內線超車 一個油門踩太多 滑出去了 第一個失控的人 後面看一下我悲慘的樣子 果然穿不過第一圈啊 到底有幾場我是能夠第一圈安全的跑完的呢 現在是老闆視角 直線 超和Rocky 下一個目標就是季軍了 是老闆很恐怖的 標誌 絕對它是新的 R8 內裝 好看 不少 就滿的 感覺太普通了 差點比較到了賽車感 龍沙這個賽道現在看起來直直的 但其實是非常技術的一個賽道 這賽道場已經很久了 大家在義大利米蘭的北部 這個賽車場之前是不太一樣的樣子 AC裡面有比較古老版的龍沙 它會有一個圍圓形的賽道 然後上面的路是很顛簸 應該是196幾年的時候吧 有點忘記它的數字了 現在看一些賽車的紀錄片就會看到 不少人在這裡搬出去 重播這個是 喔唷 這個第一個結束彎 小龍直接飛出去 欸第二個結束彎 小龍直接飛出去了 我上網 在YT百科上面看到 這個賽道總共死了 52個車手跟35個觀眾 還好多喔 現在還是有車手認為這個賽道 的安全不太夠 小龍版從內線超車 但是他切到捷徑 被罰了秒 不僅沒有超車成功 還落到了第七名 往前一點 第五圈 文兵的視角 現在阿滿又跑回去了 前面好像有車子賣進來 是誰 是阿滿 是阿滿 怎麼會站在這裡 怎麼會站在這裡 如此的慢咧 被兩台超車 既老闆妹的彎 慶如要把他們推 還沒有成功 我覺得這個場地 是非常難超出的 再一次彎 要擠兩台車並行 很困難 再一次連著四台的狀況 歪歪跟零食參賽的羅伊 然後 文兵 謝老闆 你又要超過羅伊了嗎 沒有 提早剎車 被騎老闆超車 然後才能從文兵那邊看 然後才能從文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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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距離越來越近 文兵非常的小心 文兵非常的小心 羅伊碰了一下 羅伊碰了一下 又碰了一下 羅伊跑出去了 謝老闆也出了賽道一點點 速度慢了下來 謝老闆再一次超車失敗 看 總共在後面的羅伊都追上了文兵 羅伊唯一一台開兵式的 文兵 味道很怪 真是很像 我這邊看到櫻花剪接的 什麼叫什麼 文兵上面的一塊 文兵 你長一點點 我猜渐渐渐渐日 現在回又來了 後來出了一些菜道沒有分享 一定有全集將結束 排77 最高速 好 關於好像有點慢減速喔 現在出彎會不會被超過呢 明顯到速度容易拉在距離了 看到後面的新老闆 新老闆要從內線 會不會再衝出去呢新老闆 又在這邊被法廟 Rocky也失控 還是算超車成功啊 一圈後 然後第十個Rocky跟上了地球呢 羅伊 羅伊是這場臨時來參賽的 沒有抱你 也沒有練車 不是還說了嗎 還是在每天都來 對 所以 是 是 那樣子 是 呃 我覺得這場地都是那種簡速彎 兩個很討厭的地方 一個是我不太會轉這種彎 第二個就是想要進攻太困難了 大部分的時候都會在跟車吧 有人衝過去 小鹿在路邊旋轉 羅伊成派來下籃 對Ruffy得到機會 Ruffy上撐到第八 這次不管有沒有可能被吵回來 戰鬥內線的羅伊再次回到前面 羅伊碾到綠色差點失控 但是沒事 看一下右邊的後照鏡 沒有看到其他人 一樣277 這次好像換羅伊稍微沒有煞車煞車 往前衝來一點 意外的沒有太大的影響 在這裡出來 有關網了 下一個 自己回來了 然後過來了 後來越近 變行了 最後一個減速 兩台車一起衝進來 Rucky稍微滑了一下 沒有站到前面的位置 又回到原位 這條直線感覺各有機會 容易守住了內側 被迫踩在陷阱上的Rucky 也是沒有辦法超車的程度 真的是好難超啊 這個場地 重播 在這邊壓到草 旋轉 這一大花 第一名的泥沫撞到他 撞到他 第一名的泥沫撞到他 玻璃破碎 大屠銀想到開車的視野 之前 第二站 今天過 破掉玻璃的車真的是 有夠難開的 很快 2個 3個 快點 3個 4個 4個 3個 这一圈能够成功吗? 除了尾巴摆了一下 丧失了这一圈的机会 我还有最后一段 直线 罗伊慢了下 Rocky一个差点来不及下车 紧急转弯避开 没有撞上 反应非常的快 洗到尾流了 速度明显的提升 准备并行 在内侧又是罗伊站住 在这上面没有跟他 硬拼 并行的进去 反而瞄准了出弯的方向 然后出弯速度 有机会 两台车并行 要进入第一个减速区段 内侧必须要踢到刹车 罗伊还是站了前面的位置 想说会没有什么攻击机会 这个还蛮 还蛮多的嘛 斗得很精烈 不正中 我 罗伊先接下来 轻轻顶到罗伊的屁股 出了三道就停在那边不动了 罗伊表示 他 不会倒车 第一次玩AC 不知道怎么倒车 我也要謝老闆這邊的重播 下換第一個減速彎跟歪歪輕微的差距 造成歪歪失控 這排是種種的歷史 我終於沒有看到這個介面了 剛裝遊戲的時候我才能開過一次 第18層 羅伊奔帶小路的屁股後面 小三位吃了草 快吵過去了 小路人們想要搶電線最後一刻在街門外側 沿路壓到旁邊的路人是跳動跳動 小路跟這個彎慢了一點有機會哦 我幫GTR的加速是很快的 行程為留 並行成功 第一個減速彎 BTR要提早減速還是沒有辦法 跳彎可能就跟那個 上一次GTS的領路有點講 外側的反而會佔優勢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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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跑車賽道 好 現在過關了 沒有失控哦 一起征跑 第20圈 夏老闆的視角 夏老闆追上了第三名的洞洞 而且一下子就要超過去了嗎 哇 也太快了吧 這個就是舊的阿爾巴勒 美妝 海車並排的紀錄第二個結束啊 竟然把華阿被洞洞撞正 持續並排 不想躲壞前面的位置 現在我們成為第三名 就只成為那麼一下下 在最後一個結束完區域 一口氣洞洞拉開的距離 這次洞洞特別的強勒 最後一個完 沒有進到內線的重洞 你沒有被拉近多少啊 現在我們開到281 第一個減縮 一口氣進到內線 過了 持下成功 超過去了 再換回洞洞板機 再換回洞洞板機 差一點點到夏老闆的屁股 隨意的上彎 夏老闆稍微滑了一下 天出賽道 而且回來的時候 整個旋轉 再一次的失誤讓夏老闆 又損失0次 來到地道圈 夏老闆從第五名 追到第四名的機區 感覺這場夏老闆失誤真多啊 難道 是為了上鏡頭嗎 射鏡頭離岸 第二個點出彎 天出彎 呀 тысяч 你 十 還在這邊吃豆沙 好不容易拉近的距離啊 又被拉開了 看一下超過 38 圈了 洞洞去頂到小龍的屁股 把小龍頂下去 從小龍這邊看 直接被頂 小龍是被套圈車 速度差太多了 回到比賽一定要結束的地方 後面的就都沒有什麼慘了 一末四十六圈之後快回終點 完成就剩一個人獨跑到結束 太誇張了 比賽結果 第一名 尼歐勒麥拉倫650s 二十分 第二名 文斌麥拉倫650s 第三名 江東東奧奧迪R8 LMS Ultra 第四名 七老闆 奧迪R8 LMS 2016 第五名 季群 奧迪R8 LMS Nutra 第六名 千尿 麥拉倫650s GT3 第七名 小鹿 Nissan GTR GT3 第八名 種種 BMW Z4 GT3 然後Rocky退賽了 羅伊沒有賺成績 總成績的部分 尼莫44.5 謝老闆42 文斌30 千鳥15 江東東12.25 技群11.25 小鹿5 種種3.5分 以上就是 我們這次R3通殺的結果 最後來看一下 我的Pete失誤 我第一次Pete忘記加油 一個二十秒 最後再前進加一次 又一個二十秒 所以我等於是這場多進了一個Pete 慘 喜歡的話別忘了幫忙按個喜歡 分享出去 訂閱千鳥熊頻道 獲得最新的影片資訊 謝謝大家的收看 掰掰 拜拜